大家好,我是韩国媳妇蒂芬妮 今天我们来做韩式辣炒鱼鱼 希望大家能喜欢 需要的食材有鱿鱼、生姜、辣椒、大葱、大蒜和洋葱 首先鱿鱼去内脏 剪开鱿鱼后 拔掉身体里的骨头 并且冲洗单阵 最后剪掉鱿鱼的头部和嘴巴 为了不影响口感 大葱、大蒜和生姜要切得很细腻 凉葱按照要求切成一粒米关 红绿辣椒斜切后 去掉辣椒籽 现在我们来处理鱿鱼 鱿鱼尾巴切掉后待用 为了使鱿鱼炒出的颜色更干净 去掉鱿鱼皮 先将鱿鱼切成三等份 做出横纵向交叉90度 间隔3毫米的花刀 这样鱿鱼炒出来的样子会更漂亮 再切成宽1.5毫米的条状 鱿鱼切成4毫米的条 接下来我们准备底料 一勺半韩国辣椒酱 一勺五子辣椒面 一勺白糖 一勺黑胡椒 一勺黑胡椒 一勺酱油 一勺香油 一勺香油 姜末 蒜末 蒜末 和葱末 最后加上芝麻 锅底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首先快速爆炒鱿鱼 煮的鱿鱼微减后 再加入洋葱 等洋葱变透明 再加入调好的底料 记住一定要快速翻炒底料 以免炒熟 关火前加入红绿辣椒 和大葱 一道筋道弹牙 火辣的韩式辣炒鱿鱼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安国西物丁温妮 欢迎下次收看 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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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直接翻译中